苗栗市有一家早餐店接到外送平台的訂單 包括了兩個套餐有湯還有飲料一共488塊錢 結果餐點做好之後外送人員也有來店家取餐 後來餐點居然憑空消失了 打電話詢問客服 對方回覆說因為顧客沒有收到餐點 因此取消訂單 店家也不甘心平白損失 把外送員取餐的畫面轉po上網 監視器拍下早上9點多 外送員走進早餐店 取走了兩包客人訂的餐點 但大約半個小時後 業者卻發現不但訂單被取消了 就連餐點也離奇消失 漏到客服 那反應回來就是說 客人會收到餐 業者無奈地說 前一天透過外送平台 接獲了一共488元的訂單 沒有想到餐點竟憑空消失 事後業者連續打了五次電話詢問平台 客服人員回覆 因為顧客沒有收到餐點 所以取消訂單 但外送員卻回報平台 已經把餐點送到客人手上 各說各話的結果 就是早餐店辛苦製作的餐點 不但平白消失 還收不到錢 本市的就是店家自己吸收 像以前有一些那個小金額呢 我們是不會去追究的 那昨天就是說金額有點大 然後現在景氣也那麼差 東西物價一直上漲 不可能啊 你沒有按取餐 你也不能加下一筆啊 你就變炸雞了啊 就是像偷東西一樣啊 業者說 外送平台的現金點餐 應該是要一手交錢 一手交餐 不甘心白做工 呼籲取餐的外送員 出面說清楚 到底餐點送去哪了 也避免影響早餐店的信譽 姐長新捷 妙禮報導